何总 外面有两个人来找您 说是法院的人 法院的人 我需要你跟我到北京 去做鉴定 请你配合 所以你这不是起 你是想绑 你是聪明人 不用我多说 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你让我理理线索 现在有两个问题 一是你们离婚 二是老先生留下遗嘱 要把财产交给我 但是我跟魏先生 并不是你们想的那种关系 同时我也从来都没有 见过这位老先生 如果他想把财产交给我 我表示怀疑 天上不会掉馅饼 一般无缘无故掉的馅饼 都与诈骗有关 你们离婚 你并拿不出证据 说我是第三者 但却在公开场合 指责我是第三者 这是诽谤 我保留权利 并且严重怀疑 你此行的目的 为了我的人身安全着想 我需要我的律师在场 你好 我要报警 有一个我不认识的女人 说我是第三者 破坏她的婚姻 并且带来了几个 号称是法院的人 要绑走我 这个程序并不合法 我在盛宣办公大楼 请你们尽快出警 好 在你们来之前 我会请保安控制好 这里所有人 你还真报警啊 警察来自行 控制好这里 你以为报警 真的解决问题啊 喂 老谭 你干吗呢 我跟太原的陈总在谈事 有事吗 魏国强的太太又来了 她说要带我去北京 做鉴定 我已经报警了 你不用着急 我马上过来 何总 口误 刚才绝对是口误 我们呢也不是法院的人 我们的过来的意思呢 就是希望你配合我们 把这个DNA做了 这样把事情搞清楚了 不 我们大家都 都好啊 全部解决这个事情 完满地解决呀可以 您看你还报警 这么点事情报什么警啊 我们坐下来好好聊 把这个事情聊清楚了 不就解决了吗 何总 何总 表姐 我看看 还是走吧我们 赶紧给霍老打电话 这可是谭忠明的公司啊 谭忠明的公司怎么了 谭忠明也得买霍老的面子吧 快打 不太好了 好 是他们吗 对 就是他们 安丁 老谭 请让谭忠 我是他的上司 这位呢 是和女士的律师 接下来的事情由他全天内 你没事吧 谭忠 你好 你好 给你添麻烦了 谭老弟 霍老 您怎么来了 哎呀 什么时候回到上海 也不知会一声 上周末刚刚回来 还没来得及约你 你也实在是太忙 带不着功夫 只不我们在这儿见面 老魏啊 你也来了 哎呀 老胡 好久没见了吧 不好意思 麻烦你也跑了一趟 哎呀 看来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都是自己人 怎么弄成这样了呢 嗯 谭老弟啊 依我看 咱们不要心事动众 这点小事 也不用占用警务的资源 我们坐下来 先了解一下情况 有什么事 大家协商着解决 你看怎么样 好 好 那就听霍老的 咱们里边坐下慢慢聊 好 走吧 来 嗯 姜叔叔 这个都是我公司内部的事情 霍老您来了 嗯 你来干什么呢 我来干什么 你把霍老都折腾来了 我能不来吗 有什么话 我把你拆了 哎呀 霍老 难怪这个魏太太 可以有恃无恐的闹事 原来是有人撑腰 可是卫国枪也不简单 两夫妻不谈感情谈能力 难怪会打离婚官司 你不用担心 一切交给我来处理 谢谢你 老太 我们俩永远拥不到这个鞋子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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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